李嘉唯 王毅 各位来宾,各位大家早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邀请大家来这里 我們也非常高興我們的這個總計畫辦公室 這個陳獨斌教授、林聰銀教授 也能在這裡跟我們在一起 那我們本校的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作為這個計畫的中部推動中心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任務呢 就是把上面的旨意 傳到這個各個執行這個計畫的各位老師裡面 然後各位老師實際執行這些計畫有什麼困難 我們也把它反映給我們的總計畫辦公室 我們知道這個計畫是我在這個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的主任的位置上 其實執行也規劃了好多的計畫 那這個是我做的覺得最有意義的 其實我可以從我身邊的所有的這些助理的工作態度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也做這個計畫也非常的積極 表示這些年輕人知道什麼是重要有意義的計畫 簡單地講我們常常過分專注於從我們一個學科的角度來看待一個問題 在這個角度裡面來講我們常常有一些偏見 這些偏見有的時候是深深地埋藏在我們學科內部的一些我們認為毫無疑問的一些原則法則上 像我自己呢是接觸的人類學歷史學比較多 所以你想想看從我自己的學科內我就是深深感覺到 歷史學家所追求的那種絕對的歷史事實 對不對在今天造成這麼多國家族群民族之間的矛盾 對不對人類學家所追求的那種純粹的文化 造成有一些叫做少數民族叫原住民的 好像非要背負它的那些文化好像不能夠進步一樣 這個都是學術內部一些非常荒謬的一些 當然我們也不能夠否定每一個學科有它的專業 所以我在常常接觸到我們在一些座談會上討論的時候 有些老師對這些就有一些質疑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學科都弄不好了 怎麼能夠跨學科 留著這麼多學科的內涵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對這個計畫的了解 在課程裡面 不管是在課程 我們辦的一個工作坊裡面 我們不可能跨學科的把這些問題 都提出一些解決之道 反而我強調的是 我們讓學生矛盾 讓他覺得猶豫 讓他覺得無所適從 那以後在他的專業發展裡面 不管他是一個物理學家 或者是一個數位工程師 或者是一個人文學者 我覺得就讓他知道一些多元的價值 多元的角度 而在他的專業裡面 他絕對有一些突破的 可能有一些突破的發現 那麼這是我對這個的了解 所以呢 我今天呢 當然這個最詳細的這個計畫的內容 我們要請這個陳竹町教授和林竹町教授 來接我們來說明 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這個陳竹町教授 謝謝王院長 非常高興再次來到中興大學 的確這一個計畫 從推出來到現在 其實已經算是走了一年了 當然有他的困難 然後在顧問室那個地方 也就交出顧問室那個地方 他們也認為這一個計畫的困難度 好像比以前在推動的一些 包括了通事的計畫 包括了前面一個跨領域 科技人產培育計畫 這樣一路過來 這個有一定 說明應該是說是更高的難度 那這個跟剛剛王院長講的不謀而合 也就是說 換句話說表示我們的確已經是不同的 專業的人在一起 這個難度有的話是正常的 那的確也正是我們正好讓 課程那邊參與的學生們 修課的學生們知道 這個就是他們將來要面對的一些狀態 我想這個的確是 已經幫我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今天我跟大家報告的 是在這 從事實上嚴格來講 從去年一直走到今年 我們一直在做的這個計畫有兩個字 不是不是 這個是沒拋棚在前面 要同事去躲在這裏 對那領導的 你說這邊 沒有我剛剛是按的是拋棚 沒打開 就是沒打開而已 抱歉 我現在不夠科技 我們在這個計畫從去年推到現在 有兩個關鍵字 事實上是常常被人提出來 尤其是提出來問 那當然SHS Program 已經變成這個計畫的簡稱 代表的是 第一個是Society 第二個是Humanities 第三個就是Science 那這個key term 嚴格來講 它沒有表彰出太多的內涵 因為科學人文要跨 事實上已經就是全部放到這裡 我們只強調一件事情 科學那個社會科學應該是代表 就把它包括在人文裡頭了 除了這一點還沒有其他意思 所以應該還是回到 Transdisciplinary這個字 那平常在台灣大概大家最熟悉的字 事實上是Interdisciplinary 有沒有相同 嚴格來講的話很多地方是相同的 可是有沒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就訂了這個題目 Bought one and how of Transdisciplinary 事實上我們回去找文件的背景的時候 我們的確看到大學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包含了三個term 都跟專業有關 因為我們如果說我們的學科 Discipline就是我們的學科的話 Multidiscipline是大學人頭 在美國回台灣那個時候已經聽到 Interdisciplinary這個詞 可是沒有在過去的二十年頭這麼普遍 所以這兩個詞其實相當的常聽到 我們現在提出來的Transdisciplinary 當然大家會問說 你為什麼還要再提一個這樣子的詞 所以我們如果用圖形來看的話 下面這個圖可能很多人說還蠻能夠表示出它的意思 所以如果硬是把三個區分開來的話 這個是多領域或者多學科 很重要的是在二世紀之前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真的到全世界去找 Well-defined disciplines 起碼有八、九千個 在我們理學院裡頭 就是光數學系、物語系、化學系 以及現在在增加的這些的話 就不知道是有多少 那這樣執行的結果很明顯就是 在這種區分的很清楚的Discipline中間 你就會發現它有些區域也是三部管地帶 那這些三部管地帶 在研究越來越有方法越多的時候 知識越普遍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這些區間事實上非常需要有人進去了解 它當然回過頭來會幫助原有的已經確定的學科之間的了解 那名詞上來講的話 平常大家都是那個跨領域 不過為了區分我們後面的這個跨科技的話 我們這邊也可以翻在邊界之間的所謂是界領域 所以我們對於我們的跨科技 用了這個圖來表示 也就是說所有的multi-disappearance 和inter-disappearance 它其實並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換句話說 所有的專業都維持原有的專業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是不是有一些東西我們必須要 由所有的專業之間共同來面對 如果有的話那會是些什麼樣的事情 這是我們所強調的部分 所以不論是inter-discipline也好 或trans-discipline也好 相對來講 它的邊界要比較模糊掉 而且是有意的把它模糊掉 我們甚至於可以說有一個詞 不管你是用cross boundary 這個可能是最常用的 有些人用cross domain 當然也有人就直接用cross discipline 不管你用哪一類詞 如果我們不要再計較剛剛這幾個cross的差異的話 大家要在自己的邊界上往外走 就是剛剛王院長提到的 我想這個是必須面對的一件事情 可是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說why 我們如果要同學們來修課 選這樣子的課 為什麼以前的課不能夠繼續學 我們沒有說以前的課不對 不能繼續學 可是新要開出來的一些課 有什麼特點 我想這句話其實是很清楚的 也就是跨科技之所以提出這個訴求 是因為現在問題的複雜性 事實上可能比以前相對來講 我們有時候覺得更加複雜 當然以我自己自然科學來看的話 大自然沒有特別的變化 我們科學家 自然科學家很難被人家說服說 今天我們人類雖然造成了 比如說global warming 是我們人類的文明其實有一定的影響 可是大自然是早就還那麼運作 而且跟現在尺度相同的global warming 以前也不是沒有過 所以這個複雜性如果是一個事實的話 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知識 以及我們探究這個自然的方法 以及我們知識之間的互動 使得我們看待世界的角度 越趨多元而且越趨多樣 所以自然界的多樣性應該是早就存在的 可是在最新的這三十年裡頭 這麼強化的在生命科學裡頭提出來 我相信我們知識也往前跑 而且我們知識往前跑了以後 並不因為我們的知識增加 我們認為複雜性很多地方 絕對相對變簡單 有的 我相信是有的 可是也是我們更認清楚 有些地方的複雜性 也就是說有些問題可能需要不同的專業領域 共同來面對 那這一方面當然直接接到的就是 跟剛剛王院長提到的也是 有很多事情的面向 文明的部分 人文的部分 跟這個林院長這邊的專業也是一樣 大家都覺得我們自然科學跟你們這邊 其實有時候平常不太公認 可是現在處理我們社會裡頭的問題的時候 幾乎必須要坐下來共同談這些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再往下 把跨科技提得更清楚一點的話 在目前教育部的這個計畫案頭 我們的確特別去強調 不同的專業領域 和不同的專業的觀點或觀照 我們是要讓它有在一起的機會 那一放在一起了以後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計畫難的地方 很明顯我們做事的法則不太一樣 有地方不太一樣 我們做事的態度不太一樣 我們甚至於會發現 我們溝通的過程 有時候都還需要學它 即使我們是已經覺得我們都是專業了 我們還要去學它 因為彼此之間的差異 更重要一點的是 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平台的話 我們會發現社群都很難集結 所以碰到有問題的時候 大家沒有坐在一起的原因 是平台都沒有 當然溝通的機會就更少 所以林院長在這邊 其實林村院長也在這個地方 特別有提出來說 我們要做跨科技的話 一定要讓不同的專業領域 一定要面對問題 所以才強調說 老師們帶著同學們 或者說師生們共同面對 現在問題的挑戰 就是這句話 就是林院長提出來的 我們說我們能不能把 不同的領域的專業放在一起 讓我們一同去認識大家 共同的問題 共同的study 探究 而且我們相信這些問題 他在大學裡頭 高等教育裡頭 有一定的前瞻地位 甚至於是關鍵地位 因為高等教育 是為社會創造新知識的 如果這些問題 沒有一些比較前瞻性的態度 去面對他的話 很可能他在社會裡頭 會變成更嚴重的問題 所以在尋求如果能夠 真的將來學生們畢業的時候 可以尋求到解決之道的話 我們當然希望他們在學校的時候 就對這樣子的未來 有一個遠見 所以我們在這樣子的脈絡或背景之下 今年我們就把跨科技的內涵 整理出了幾個要素 這幾個要素 大致整理下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提的 大家也許必須要面對或承認 在真實世界裡頭的問題 他是有一定的複雜性的 這個是一個關鍵的背景訴求 那我們提出來跟跨科技的學習 包括了我們的技能和情意各方面 在學習的時候 應該要認知的部分是有下面幾點 第一點是社會學覺知或者參與 也就是從最基礎的對社會的awareness 一直到engagement 這個事實上也是一個我們自己檢討的結果 對自然科學來講的話 好像關在實驗室裡頭做研究的時候 常常研究得非常的專心和深入 可是常常跳不出來 而對整個社會的角色和參與相對反而變得薄弱了 至少跟社會科學的學生同學相比 好像是如此的 老師們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 如果能夠共同面對參與真實世界的公共問題的話 這可能是其中的一項 第二項的話大家都在說 Transdisciplinary不可以把自己的專業放到一邊去 所以學生們他要坐下來談問題的時候 常常發現專業其實是不足的 所以我完全同意王院長剛剛開場的時候說的一句話 要在四年裡頭 現在讓大學生把專業學得非常的遠手 而且出去的時候很有信心的說 這方面我就是通風路起 在台灣現在是達不到這一點 即使後面兩年的說是畢業的時候 也未必很多高比例的學生達到這一點 可是如果他注意到他的專業是要繼續去學習的話 完全符合大家以前講的這個 所謂的忠誠學習的這條路 所以專業仍然是一個基礎 並沒有說把它放掉 當然我們也強調就是說 如果能夠專業和通識做一應的結合 因為在過去這幾年裡頭 銀行醫院這方面花了非常大的精神 各個學校的這種通識 其實在教材和教法上面是更見活潑 而且可能比專業的更前瞻 我至少在網路的online的e-learning方面的資料看起來 這一方面通識的資料是比在台灣是比專業資料多的 在國外卻不一定如此 國外的專業的online learning做得非常好 所以這一方面的能力我們是維持住 然後第四點的話 可能要往新的方向思考的話 必須要有新的創意 那這種創意當然是包括了實作方面的創意 所以在最後一個實作的方面 我們就把幾項都提出來 我還記得我上次來中心這邊報告的時候 我提出八項的內涵 你們可以看出這八項大概一二三四 全部都還在裡面 所以包括了對知識的整合 然後知識和概念或者觀點的溝通 然後這個溝通的當晚強調在台灣 這三筆文表達是學生們應該更著目的 包括文字的表達和口語的表達 那合作包括了collaboration和cooperation 應該也是在我們的現在大學裡頭相對也少見的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計畫裡頭 藉著課程或其他的平台運作 我們可以帶著學生同學們一起做 所以這樣抓在一起 可以看出來跨科技它絕對是dynamic 它是action 它絕對在實踐方面要強調 所以很多地方我們這邊沒有寫的一個 事實上在課程裡頭非常非常的強調 也就是PBL 只不過因為PBL以前提過 大家說你跨科技又是PBL的話 大家都做到PBL的時候 PBL永遠回歸到跨科技 這個是在這個情況下可能要注意 我們強調實作 所以實作應該落在真實的問題上面 然後讓不同的領域共同來參與 這也是林院長一再強調說 希望這些課是越多不同的領域人來參加 越好 所以trans有人就說這個trans的話 如果因意和意義合在一起的話 用trans其實不錯 不過我們當然強調要trans 可是也需要行動 所以再稍微重複一次 總這算是一個conclusion 整個在我們這個計畫裡頭 對於SHS這個計畫裡頭的精神的話 我們當然剛剛說的跨科技 是在高等教育面對未來必要的一個素養 我們的確願意分享也是希望說服來參加的老師們 跨科技這樣的一個素養在未來的高等教育裡 應該有它必然的重要性 當然教育部顧問師特別還提醒 他說其實跨科技說不定應該更往基礎教育的方向走 包括高中或甚至於國中 我們完全認同 可是因為現在在國中到高中 根本還沒有選修課的階段 連通識教育都算不上 所以跨科技要往中學走 有一定的困難度 而且我也提醒他們 我說你們要往基礎教育走的話 可能強調的不是專業 而是教育 生活就是教育 往那個度威等等方向走 可能比較反而比較正確 不過不管怎麼樣 在高等教育裡頭 我們相信跨科技的前瞻性 應該是可以大家一起來發展 那在專業知識的基礎上面 我們對跨科技 共同的去研修探究溝通過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面對的是共同的問題 所以學習面對現實世界挑戰的知識的應用 以及積極參與的道德勇氣及責任感 這個應該是新時代的年輕人 他們的訴求 那我們在這邊提出領導人力 也許是因為在前一陣子 我們認為這個領導人力 跟現在的領導人力中間有一些出路 我們台灣長期的實際上很習慣 這種所謂政治權威性的領導人力 那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以頭 管理方面提出了比較新的領導的訴求和內涵 那以跨科技來講的話 我相信在每一個人的個人的人力上面 以及跟任何一個要面對共同問題的團隊方面 這種的合作的領導可能應該是一個新的訴求 所謂跨科技的領導的話 應該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跟人家溝通 跟人家知識的統合 真的是要學人家的知識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像自然科學的我要去學社會科學 或者人文的東西 常常都是皮毛沾個皮毛 可是我們如果要對未來的問題 重要的問題要做一個共同的決定的話 我相信我們仍然是有知識上的統合才對 只不過我們不是這樣說 真的每一個人都要去學別人的專業 我看到大家時間都是不夠用的 所以這個計劃我們就整理出來的一個 其實是整個執行的策略 當初在規劃這個計劃的時候 我們比較沒有在全國全部用個別計劃 去推動Core for Proposals 反而是成立了幾個平台 然後讓大家在不同的思考的模式下 參與到不同的平台裡頭去 然後提出計劃 我們如果應該是五個平台 我第一個先還是從課程平台提一下 等一下林院長應該在這方面敘述更清楚 因為要落實到學生身上去的話 課程平台還是最關鍵 然後是論壇平台 在中興大學這邊正好也有一個論壇平台 那是因為我們覺得要開發出社會上的重要和關鍵問題的話 除了課程以外 因為課程到底多少要遷就教師的專業 有的時候這個社會上有現成的議題出來 說不定有一些論壇是可以直接就把它發展出來的 當然我個人也覺得我非常希望看到這個計劃 在四年結束的時候或者甚至於下面還有繼續的計劃的話 真的有一些大學它有一些公共有公信力的論壇出來 真的關心社會的議題 我相信這是好事 另外當然學術人們跟社會結合 或者是說學術對社會一定的有專業的影響力 這些東西都是它的目標 然後我們有一個夏天的研習會叫稱作達倫學院 通常是放在八月或九月的時候 今年是八月去年是九月 那也就是希望用一週的時間 我們把它稱作是一個實作型的學習舞台 用舞台的意思當然是學生可以燃眼他們的溝通能力 所以用到了舞台這個字並不全部都是只是表演 那強調實作和強調師生和這個場觀學能夠一起 是因為說不定也可以讓它變成一個成果發表的一個禁忌場 這可能也是區域推動中心可以幫忙 在達人學院之外就先幫忙做得到 那當然一週的時間相對的短處 所以它的強度很高 也許我們要用一年時間來慢慢的規劃一些事情 在去年到今年以後我們提出來的一個表達模式 事實上在12月18號的平台成果發表會議以後 我們也將會使用就是積極的使用短講 我相信如果講到短講的話 我的時間應該已經差不多要到了 就是15分鐘或者是類似TAG 18分鐘或20分鐘這樣的時間裡頭 把自己最驚訝的東西講出來 而不需要把整個以前的背景什麼東西全部都扯出來 當然很重要一件事情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在做的 所有我們做的事情 過程不會比成果更不重要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把許許多東西放到一個可以成果累積的平台上去 因為我自己覺得數位平台還蠻好用的 尤其現在雲端可以利用以後 我們使用網路做了不少的事情 我相信在這個計劃裡頭我們網路會繼續使用 將來有機會我會再跟大家報告細節 怎麼樣在這個數位平台裡頭能夠讓大家的 尤其是最驚訝覺得最亮點的成果 可以呈現在上面給其他人 跟同學們做參考 最後一個當然是區域推特中心 它有許許多多這種我們所謂補足 彌補或者甚至於是促進這樣子的功能可以去發揮 包括了執行任何的跨校或跨區的工作方法或什麼 非常感謝網面長能夠在今天率先就開始這樣子的活動 我們總辦是非常的感謝 說是跟總辦一起合作 事實上有些時間你們是跑在我們前面的 我想我今天大概就到如此 謝謝各位的時間 謝謝 謝謝鄭教授 我們後面請林院長來 總理院長跟我們講一下 特別是關於課程平台的一些事情 因為那個 我猜大家都已經聽過我講好幾次課程平台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說課程平台的部分 倒是來這邊是希望聽聽說大家在執行計畫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困難等等的 我只是在這邊再補充一下 院長跟陳教授剛才提的幾點 替我們做學者的話 對不起允許我坐下來 我有點感冒 我們做學者自己在自己的學科領域討生活 其實是蠻舒服的 那 那個 在現況上面 你大概要討生活最重還是回到你自己的學科領域 不是是哲學的 哲學來做教育或做跨領域的 那麼 那個 絕對對我的深等事完全沒幫助 講歷史的也是一樣 所以為什麼要做跨領域這件事情 或是已經決定做這件事情 大概已經是有一個一定程度的交易熱情 跟那種社會的責任感 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生活世界已經有點熱愛的程度 後來我發現了 當我關心這個社會 關心教育的時候 那 我就必須要跨出去學科 跟不同學科的理談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蠻幸運的 學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在電材跟王冠生聊天 我就非常訝異歷史學家的思考方式 他那個 我永遠記不得人民 然後他呢 可以 非常結構式的 我甚至覺得他腦子 頭上浮現一個樹狀圖 那 可以把很多事情 要在那邊看 看 就是結構性的 那個 任職 那我猜呢 這樣科學家 或是科技類的老師 來參與我們這個計畫 他會發現說這些 譬如說社會學家 對於社會正義這件事情 的敏感度 遠遠高於 那個 自然科學家 他甚至呢 如果跟人類學家 一起工作的話 他會發現說 欸 我本來以為用經濟解決 或者是用工程解決 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呢 那 在人類學家看來呢 是 你連那個問題 的複雜度都還沒有完全瞭解 好 可能這件事情 這個水源地 涉及的呢 不僅是怎麼樣不泛濫 怎麼樣變成一個好的灌溉系統 它還涉及人家的文化的經濟 好 等等的部分 所以這個 參與這些計畫的過程 對自己來講 事實上是學習的過程 也是 讓別人有機會學習的過程 那我們的課程計畫 我期待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把學生這種 跨領域學習的過程呢 能夠記錄起來 同時呢 發展出一些好的 跨領域的溝通的 那個方式跟 教學的方式 這個其實是我們最終的 一個目的 很自然的 那麼既然是要溝通 必須要有一個介面 這個介面我們就界定為真實問題 真實問題是非常複雜的 那麼它既然是問題 它就允許詮釋 允許那些捉謀不定的狀況 這也就是我們 那個 困頓 然後試圖要去解決它 了解它 界定它 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 這需要跨領域 也需要領域內的人呢 了解自己的限制 跟自己的優點 在什麼地方 這整個過程 其實我覺得是 大概就是 探索的過程 其實就是科學的精神 或學術的精神 那個 那裡阿雜的 講了這麼多 再給我一分鐘 教育部其實 對我們這個計畫 是非常看重的 不過跟我們計畫 總是會有一些 那個 摩擦 協商 的過程 那個 計畫辦公室在這邊 其實作為一個 中介的橋樑 那麼 陳老師其實蠻辛苦 因為陳老師呢 一個蠻 蠻有熱情的 學者 來參與這樣的計畫 事實上 他擔負的壓力是蠻大的 我們計畫辦公室的最終成果 其實就是各位的成功 用各位的成果 那個 我們 真是期待大家幫我們 如果大家有什麼困難 也通過我們辦公室 跟教育部協商 其實我們在陸續的收集說 計畫執行的時候 在下一集要怎麼樣更順暢 比如說有時候學資源的投入 人數的限定 開課的時間 等等的 看起來非常trivial的部分 非常技術的部分 是很阻礙大家執行計畫的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盡量的 跟教育部反應 能夠解決的話 解決 其實老師們 願意參加 課程改進計畫 或教育改進計畫 這本身呢 就應該跟大家致敬 然後呢 盡量讓大家 能夠順利的進行 否則大家要跑回去 自己的學科裡面 準備升等等等 那好 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林議長 跟陳修貞教授 那我們早上這邊的 我們這個 開場的這一部分 就到此結束 抱歉 應該來問問看 就是對於我們剛才所講的 這一些 大家 有沒有什麼 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問題 可以提出來 有一個 跟我們計畫 呼應的計畫 是在國歌會 鄧元鄧處長 之前我們兩個談過 我們覺得說應該要做這麼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呢 是 其實在理工方面呢 它有一個研究表現 或研究成就的區塊 那叫做產學合作 那理工方面呢 對於社會的影響 學術的社會的影響這一塊 用產學的方式 來呈現出來 是行之有年 行之有年 可是我們人文社會科學這一塊呢 對於社會的影響這一塊 卻很不適合用產學來呈現出來 所以呢 當時有一個想法是說 那人文社會科學 那麼的學者 我們已經那個 美好的烏多芳已經過去了 就是大學大概 社會大概不允許你一個人 自己做學問 其實過得很好 好像social accountability這個問題 對社會負責任這個問題 也應該被addressed 所以 為了取代產學合作 那麼就推動了一個計畫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去參與 我是建議說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雖然有點難度 叫什麼 社會實踐 人文創新 人文創新社會實踐的 一個整合型的研究計畫 那個計畫其實你會發現說 跟我們這個課程改進計畫 是研究的counterpot 就是研究的那一個部分 那我是希望說各位呢 其實可以一魚兩吃 就是把這兩件事情 搭合起來 是蠻好的 它一定有一定的困難度 不過它的意義跟理想 我個人覺得是蠻好的 就是我們人文社會科學學者 其實可以透過改善這個社會 不論是不正義弱勢等等的這些問題 來對社會做出一點貢獻 所以我們好像很多想法是一起發生的 在這邊再跟大家做報告 謝謝 謝謝 大家有什麼問題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有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可以溝通很多的問題 好吧 那我們這一場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